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给各位演示 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网站 也是用这款主题做的 从2015年开始换成了newspaper主题 这几年除了坚持发布内容之外 还在不断的升级和改造主题 我的这个网站只有两个页面 首页和关于我们 剩下的所有内容都是文章详情页和文章列表页 像这个都是列表 这是一级栏目列表 然后下面是二级栏目列表 这个列表页它没有右侧的侧边 这个拆单效果也是这款主题的一个特色 现在是一个文章详情页 这也是一个文章详情页 这个主题有很多个文章详情页模板 也有很多个文章列表页的模板 具体设置方法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详细展开 右侧这个侧边可以隐藏 也可以保留 像上面这个是一个广告位 文章详情页有标题 搜索图和正文图 以及上一篇下一篇文章 还有标签 还有作者的一些简介 还有相关文章 评论 这个页头和页角是通用的 这是站内搜索 这个是全部内容 也是最近新加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newspaper这个主题 官方的弹幕演示站 我们从产品购买页面开始 点击搜索图下面这个按钮 它会打开newspaper的官方网站 最上面这一条是一个框架 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 移除框架 因为这是一个国外的主题 它的服务器也是在国外 我们在国内的有些网络 可能兼容不好 打开速度会比较慢 然后点击这个蓝色按钮 是查看所有的演示站 默认是查看全部 还可以筛选 多用途 杂志的demo 博客的demo 我感觉最经典的demo 还是它这个默认的newspaper演示站 点击打开这个demo演示站 右侧有个列表 它可以切换其他的demo演示站 暂时不用 把它关闭 我那个个人网站 achar的宝箱 就是用的这个默认主题做的 它的表现形式非常的丰富 比如这里面有一些特色的东西 像分类的布局 有这么多种 这是文章详情页的模板 有这么多种 还有智能列表页的模板 有这么多 侧边有不同的效果 还有commerce 页面等等 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可以挑选里面 我们想要的这些模板 或者页面风格 来用于我们自己的网站 这个demo演示站 第一次看上去会特别的唬人 但是 当你会用了newspaper主题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网站 其实全是文章列表页 和文章内容页 具体的设置方法 我们后面课程会详细讲 有一位老哥 还用过这个演示站做网站 这是一个老报纸的风格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挑中了这个样式 我用这款主题 做过赛事的网站 它是一个体育新闻的网站 这个demo演示站是客户挑的 也设置了背景 感觉很有冲击力 我还用过这个demo 做了一个学校的网站 你们也知道 学校的网站 大部分都是信息为主 客户希望预留大量的分类 以后方便添加内容 另外还有广告位 可以添加招生信息 现在应该有50多个demo演示站 每个demo演示站 有不同的风格 这些demo演示站里 能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将来做网站的时候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些演示站里边 没有的效果 我们将来做网站 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这个提前给大家 打个预防针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 感谢观看